应该是第十次上课的话 应该是第十次上课吧 那时间过得很快 那我在公告里面的话 每一次都会把影片放上去 所以如果假如说你有些细节部分没有听懂的话 或者是说有些地方你回去做作业的时候 发现错误 那你再看一下细节 其实我的经验告诉我 就写程式只要不要出错 其实应该都还蛮顺利的 这样让下来 我是觉得都还蛮流畅的 那前提就是说你一定要 真的都要知道说 到底你每一行程式是什么意思 尽量就是不要混过去 因为混过去的地方 就是将来你会出错的地方 因为你可能会有遗漏 所以假如说有些地方你不太懂 你可能就看一下影片有没有说明 如果我假设没有说明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用CHVT 把它贴上程式码 然后底下跟他讲说 请帮我解释一下上面的程式 他会一行一行的 我觉得他解释的还蛮仔细的 而且解释的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我目前使用下来 甚至我觉得可能用Google的Germini解释的可能更清楚 我发现Germini好像我觉得他比较偏重在类似是 背景如果是工程师的话 你会觉得蛮习惯 因为他其实好像感觉就是为了工程师设计的一个AI的聊天机器人 我觉得给的东西其实跟CHVT 有些地方伯仲之间也没有说哪一个是绝对都是好的 像我的习惯就反正通通用看看 然后再去挑选说哪一个答案是比较适合的 但以目前AI的发展 甚至AI现在感觉 其实你说很成熟吗 我还是觉得说有一点不足 他其实可以用堪用 但是他其实还会再更进步 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慢慢去发展 那当然初步的话 可能还是在AI的应用面 那未来可能慢慢 在五年十年之后可能慢慢 就是各行各业都要设计自己的 这个聊天机器 这个AI的部分可能要设计自己要设计了 那如果自己要设计的话呢 背后还是需要写点程式 大部分目前用的最普遍的其实还是用Python 所以如果 各位有兴趣的话 我是觉得你可以把这个课程 当成是一个过渡吧 但也不是说谁取的 也不是说你学了这个就不用学那个 我是觉得两者之间是可以互补的 因为简单的东西一次要打开马上可以解决 你就不需要每次都要写个程式吧 那如果说呢你用Python的话 它的缺点什么 就是哪怕是一个小动作 你都要写一行程式 OK每个地方都要写程式 你不像Easeo你可以把它打开下个公式 知道OK了 我是觉得Easeo真的是非常友善 但是它的缺点基本上就是说 它可能有些外挂它是没有的 所以像我现在的使用方式啊反正就是两个互补嘛 结长补短嘛 我知道这个优点 它有优点 那我就用这个 如果这个它差去那大家就避开嘛OK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请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在第四个单元里面有一个叫大乐透历史资料下载 的一个范例 那我刚刚讲过了 我的 我的想法是说 我有个需求我希望呢把大乐透历史资料 帮我下载下来 那大家下载需要做一个爬虫 所以第一个爬资料历史资料OK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呢把这个资料里面统计一下 所以第一个你需要把所有的号码 下载 第二个的话呢告诉我1到49号 哪一个号码 出现的次数最多还不要几率啦 几率的话反正就是出现的次数 除以全部的次数 那你可以算出几率啦 不过我觉得我们简单一点 你就告诉我哪一个号码出现的次数最多好了 然后呢帮我排名一下 然后呢因为一次 一次要下载的话一定要7个号码 所以你直接告诉我 哪7个号码是排最前面的 那我下课的时候经过投入站 那我就买那7个号码 OK 买个希望 假设啦 这个是假设 OK 而且这里面没有涉及到 教各位算名牌 所以千万注意一下 因为我常在YouTube的影片下方 看到很多留言 意思是说 请我 教他如何 算 开奖号码 到底哪一个最高 他说其他都没兴趣 他这个就有兴趣 OK 甚至好像有一次下课 门口有站了一个 大叔 人物 他等我 他说老师我看了你的影片 我来找你了 然后他说我这边有个随身碟 里面就是 所有资料 你可以帮我算一下 哪个号码 几率最高 我吓死了 OK 我说没有 我不是交这个 我交以Sail而已 其他我没有交 我对于 所以千万不要误会 也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很简单 第1个爬虫 第2个统计 哪个数量最多 第3个 把那个最后的排名 前7个找出来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需求 假设啦 我们今天的任务 因为我们很短的时间 那首先的话要怎么样 所以我在Google上面找了一个大乐透历史 后来我找了一个网站 叫乐透云吧 乐透云好像 还OK 因为他基本上 里面有 大概 主要的一些 什么什么什么 彩吧 什么威力彩啦 等等的历史资料 那还蛮完整的 不过呢 我把它点击进来之后 发现 他有个缺点 就是第1个他网页 第2个啦 他广告超多的 一堆广告 不过我们避开广告不管 那这个里面的话 结构大概是这样子 他第1页里面的栏位数 你可以看到 总共有4个栏位 那其中的话 日期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吧 所以每一次开 开讲的时间 礼拜四 礼拜三 他开讲为什么 都 都不一定 1 2 3 4 礼拜天 礼拜六 礼拜五 这个开讲 我搞不清楚 以前好像开两次 现在要不要开几次 然后中奖号码的话 有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所以也就是一期的概念 就是说 他一期是7个号码 所以第1个啦 如果希望 我要把历年来的资料呢 把它汇入到Excel OK 汇入 那你可以发现 往下卷动 这个网站的话呢 你会发现 他到这边就 就没有了 2023的11月 等于是到去年底 那你说 说之后的资料在哪里呢 之后的资料呢 在第2页 所以如果 假设你点第2页的话 你会发现 他就跳到第2页过来的 有没有 第2页就是 没有跳 所以他每一个page 点下去 他会 有 对有跳 2月 OK 所以下一个 2月 这资料对吗 2月 然后再往下 再下一个 3 对啦 没错啦 所以等于是说呢 他总共有74个page 74个page的话呢 如果假设你要说 把这个资料 把它全部 放到Excel的话 那当然呢 如果你实在没招的话 你怎么办 你只能选起来 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你要选74次 才能完成这件事 那如果下一次他要更新的 你可能有时候 当然你可以 你可能还要再来一次 不一定要从头啦 你可能要再找一下 那你要把资料再复制贴 所以以往的做法是这样 但是今天我希望说 我们不要用人工的方 我们希望把它改成用 网路 爬虫的方式 那网路爬虫的话 当然 任何语言都有啦 那只是说哪一个方法 比较简单 那在 Excel里面 他有一个物件 就是上一次我们用到 那个query table 那个query table 他除了可以下载 CSV档案之外 其实他也可以下载 网页 OK 网页的话 顾名是 他的物件名称叫 query table query就是查询 table的话就是表格 那意思是说如果你网页上有table 的话 他是 可以 帮你把它下载下来 OK 所以我试了一个方法 就是利用这个query table 物件 他能够帮我把我需要的 这个网页资料抓下来 那因为 我是用录制的啦 那以前的query table 录下来的 层次码非常冗长 那我发现有一些其实是多余的 因为他预设就是 这些的属性 所以呢我就把它精简之后的话 其实呢 就会 只有这几行 总共就是 所以你们待会 第一件事啦 先开一个 Excel打开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开一个空白的活页部 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把你的那个开发人员打开 制定功能区开发人员打开 然后呢 请你把 Video Basic 这个地方 开起来之后 因为我需要把程式贴过来 所以记得如果你要贴程式的话 请注意 第一个 一定要在Video Basic的右方 的专案上 专案上这个任何一个地方 按右键 然后呢 选择 插入模组 OK 然后呢再把那个Sub 贴过来 OK 贴过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呢 再增加 两个参数 那 就可以把网页资料 抓下来了 那哪两个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这个先把它Ctrl C 就这一段 那这一段其实原始长这样 我把它精简了 我后来看 我查了一下 这个Quaring Table里面相关属性 我是发现其实很多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就把不需要拿掉 留下需要的 就大概这些 然后呢 把这个程式贴过来之后的话 姿态小 工具 选项 撰写风格 把它稍微 放大12号字好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呢 我们 就 把两个参数加上去 不用心慌 因为这还好吧 OK 接下来的话记得 再贴两个参数 一定需要的 第一个的话 请各位看到这个UIL UIL封号后面这边 请你把 什么叫UIL 其实就网址 OK 网址 封号后面这边呢 请你把这个网址贴上 哪个网址贴上 就是大乐透的这个乐透语音上面的这个网址 那请各位注意 贴上网址之前 请你先点第一页好了 先点第一页 那你会发现 他网址 有一个特征 有没有发现 他这边的话呢 前面就是他网站名称 后面这个就是一个程式 一支 这个 去 存取资料的程式 那后面加一个问号的话 这个问号指的就是我要 传递 参数 OK 所以问号后面有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叫 Indage Page 一个叫Order By 中间有个End OK 那Indage Page 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等于1的话 他就抓第一页 等于2的话呢 那就抓第二页 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把它改成74的话 他就会直接抓74页 所以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抓一页 的话 那第2个我把这个地方写一个回圈 有没有 For i 等于1到74 我把这个 变数 i 有没有 直接就放到这个 地方的话 他不就是一次就抓一页 一次就抓一页 那这样不就可以全部抓回来了 对 所以 我们先试着先抓第一页 那请各位 先把那个 这个网址 贴到我刚刚讲的位置 记得不要贴错就好了 所以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呢 贴到这个 这个地方 UIL封号这里 后面 记得不要贴错 封号的右边 就是这里 OK 一点点都不要出错 有的通知好像贴错了 贴到左边 贴到右都不行 好 那 前面一定是 HTTP S 然后呢 这个地方记得 前面也不要有空白之类的东西 都不要 因为空白呢 他也会当成是 他的网址 网址里面有空白也不行 OK Weva也不行 你不要没事自己在这边加一个空白 也不行 OK 反正 一个地方就不要出错 OK 那第二个参数的话呢 就是给这个 所谓的Web Table 所谓的Web Table 指的是这个网页上面 你要抓的是 哪一个表格 那你说哪一个表格 那你目前这样看这个网页 你说老师目前的网页表格 好像只有几个 好像只有一个 就这一个 其他我看起来都没有 但实际上跟各位讲 这个网站上面不止一个表格 那总共有几个表格呢 如果你要有答案很简单 我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式 请你呢 在这个网页上方按右键 任何地方都可以 按下检查 他会跳右边的 这一块 其实右边这一块 其实就是网页内部的原始码 因为这个网页是html 所以其实网页 基本上运作都是靠右边 那你看到是左边 可是如果你只会看 左边的东西 真的你看不到什么 细节 其实真的运作还是要了解 右边 那因为右边有很多html的标签 那其中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就有一个table 有没有 那记得标签 它的一个 长的样子 开头一定是小于符号 后面 就是它的标签名称 所以 我想要知道这个网页 里面到底有几个小于符号 加table 的话 我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个人习惯是 按下 Ctrl F Ctrl F之后的话 它会跳一个什么 它会跳中间 好像我把它移过来一点点 如果你按Ctrl F的话 中间或下面 会出现有一个 这样子 寻找列 我把它cancel掉 Ctrl F 有没有 就这一个 然后你直接输入什么 输入那个小于符号 加上table 意思就是说 我想要找一下这个网页里面 到底有几个这个table标签 那你只要没打错的话 你可以看到 右边 会出现讯息 他会跟你讲说 E of 7 意思是说 这个网页里面 总共有 7个table 7个表格 那你说老师不是明明一个吗 老师跟各位讲 早期的网页 table也是拿来 排版 也是排版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说 那当然 我们主要是希望 知道说 我想要的资料 到底是第几个 那怎么第几个 其实这边没有上下 你就上下 下往下 那你往下 看一下 左边 左边会有反白 现在是第3个 可是第3个好像 蛮接近的 不过你会发现 第3个好像包含上面的东西 所以假设你用3的话 他会抓到上面的那些 东西 那不要 不过你往下一下 是 所以 这个 上面东西好像在第4个 在下一个的话 有没有发现 刚刚好他就是选 我们要的这个表格 所以答案就5 有没有看到 所以以后 我怎么知道说 到底我的表格是在第几个的话 那你可以用上下去寻找 那你会发现第6个 第6个好像不是表格 有没有 底下奖励大堆什么什么什么 OK 然后向下一个 第7好像也是一个排版 所以我们答案是5 那因为这样关系 我就知道5 所以我把这个数字填上去 这个地方的web table 没有 双一号里面就出入5就可以了 OK 然后把它 完成之后的话 接下来很简单 就把它执行一下 上面有个执行 有没有 OK 浪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2024年的5月7号 5月7号 有没有 礼拜二的 开奖号码 就会被抓下来了 但是目前呢 只会抓第1个配局 Ctrl向下 好像只会到91列的地方 好像抓到2月吧 有没有 抓到2月16 那你比如说老师不对啊 目前只有抓1页 那我要抓74怎么办 其实有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说呢 你只要把这个indage page改成2 然后呢 当然你不能直接run 因为你直接run的话 它会 这边有个destination destination就是你要把 下载那个表格 放在哪一个储存格开始 它预设是rangeA1 A1这个钱的符号其实是可以拿掉的 A1啦 OK 如果你再放A1的话 那不就把原来的 这个表格 要不要盖 不过后来发现不会盖 它是挤到右边 所以如果假设你这样run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执行 但是呢 它会把 第1个配局 挤到右边去 OK 所以怎么办 如果正常应该是这样 这个我把它 把它删掉 这边 所以理论上你应该是怎么样 让它放到第1页的最下方 放到92 的位置 所以其实应该如果假设你这边改成2的话 这边应该改多少 91加1 92 所以这边要A92的位置 意思就是说呢 你帮我下载的时候 就放在这个开始 所以执行一下 第2页 你会发现 第2个配局就放这里了 你说老师第3个呢 一样 Ctrl向下 182加1 所以这边改183 然后这边改成3 那不就第3页又可以下来了 再执行一下 有没有 那依此类推 你就可以 把它 做 74次 全部下 但是 说真的 如果你会写回圈的人 你马上会有一个 一个想法 那我直接把这边改回圈不就好了 所以 这个地方一样会有两个变数需要增加 这个好像跟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个 画图那个有没有 类似有没有 我们画图的时候不是增加一个回圈 然后两个变数 其实道理一样 所以以后 你们要写程式 我看差不多意思 就是 第一个你先 执行一个OK 第二个你想想看 哪些地方需要变更 回圈需要增加 几个变数 你就把它 加上去 那你的层次就跑出来了 OK 所以你不要一下子 很想说 马上把回圈 不用了 我的习惯是 我先能够执行一次 然后再执行多次 理论上应该都还蛮顺利 可以把层次写出来 没有太大问题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有讲那个重点 第一个 找到那个 乐透云 这个网站 然后有个范本 这个范本记得 这边 跟 这边 两个参数 那再来的话 想想看 这两个参数 如何把它做个变动 OK 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 就像这边有关 就像这边有关 那边有关 那边有关